一台又一台酷炫的超跑 在常文桂冠酒店前方的中正路旗跑点 一路往前奔驰 进行0到200公尺的直线加速动态秀 这场首度在北台湾登场的 基隆超跑江年华 共有超过百辆超跑来到现场 吸引许多超跑迷近距离观赏 东岸旅运中心楼上更是挤满了民众 还有许多自媒体也来拍摄宣传这个活动 观光饭店也跟着受惠住房率大幅提升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喜欢车子的观众越来越多 那比如说年轻的族群 喜欢车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呢 只要可以带动就是年轻人 对于这一个区块的这个重视 我相信呢 基隆市的观光一定会越来越 就是繁华 所以我也希望呢 就是可以借由自己的一份力量呢 去帮忙我们基隆 去推广类似这样子的运动 非常非常的棒 难得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超跑啊 诶 住淡水 住台北 诶 那觉得说在基隆可以看到超跑活动 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对啊对啊 这还不错的活动啊 就走走看看还不错啊 天气也满适合的 就很兴奋啊 觉得小朋友很喜欢 很开心 从哪里来的基隆 谢谢 零二加速赛啊 对啊 就想看看各大跑车 就是奔驰的状况 因为今年大部分的客人都选择出国 在暑假这段时间虽然是忘记 但是订房时间都是安排在三日前才订房 那这个活动因为相关的工作人员 以及旅游的来客都会在半年前 都已经知道这个活动要在基隆进行 所以都提前订房 那提前订房的速度大概是 从两周到半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那饭店的相关自助餐的 还有桌菜的来客数 也都提前订餐到客满的一个状态 饭店业者说 感谢这次超跑活动带来的效益 也期待未来在平日或淡季 能有更多活动来到基隆 持续带动所有的观光产业 针对这一次的活动来说 饭店都非常乐见 市政府举办更多相关的活动 如果在淡季的时刻 比如说秋季或是在冬季的时候 市政府能够举办更多的行销活动 或是跟地方文化相关的活动 来引进各地的旅客到基隆观光 相信这也是在地旅游业者 乐见其成的事 透过这场超跑嘉年华活动 吸引各地民众来看超跑 逛基隆吃美食 度过了快乐的周末假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